這叫全黨家動用國家機器 全國打一人太過分了 什麼叫雙標黨 這個就是雙標黨最大的例子 身間民眾黨主席的台北市長柯文哲 為了黨籍新竹市長三選人高鴻安 再次開紅綠營 民眾黨立院黨團也開記者會 火力支援碰批資策會 今天我們已經都行為給資策會 等等這些 怎麼一個都不敢來 到底在怕什麼 不滿前一天資策會公開 證實高鴻安的博士論文 高達78層與資策會的報告雷同 以示引用比例不當 民眾黨點名是民進黨團總召 柯建民在背後煞致到齊 昨天的經濟委員會 在民進黨柯建民總召 還有相關的立委帶頭的施壓之下 逼著資策會在現場改口供 這是一個奪阿把 奪黑道士的一個方式 到時候是我施壓 我只發有公文性要解真相而已 公平行使還有什麼施壓不施壓 你現在要施的勤堂才是在施壓嘛 所以請高鴻安自己好事為之 高鴻安論文爭議延燒 柯建民反咬民眾黨 才是施壓資策會的那一方 高鴻安本人也不甘示弱 再上火線澄清 而且在我先前跟卓執行長 在通話的過程當中 他也明確的表示說 其實已經調查過 也沒有清全的問題 那當然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後來 會突然法夾彎 做這麼大的一個改口 我相信可能 自策會確實也承受了來自於 民進黨黨管的 非常莫大的壓力 你有沒有被授權 如果著作權是在 自策會的話 請高委提出任何授權的證明 高鴻安博士論文大逆轉 面對自策會主張著作權 高鴻安試圖執寫要保留證據 捍衛清白 進行為承載附近陳黃冠偉採訪報導 今晚我們可以看到 最早的事件 這次被解決了 超級評論文大逆 全體 總統的 最初的事件 全體